这什么不满意 对自己也不太满意 人家喜欢上你六年 你一点长进都没有 如果是我的 我不会再喜欢这个人 我觉得不妨安静一下 给自己喘口气 我尽了我所有的努力去做 这就是厉害的 我觉得自己还是自己生活 他想的是说 王源在我们心中 他就是一个乖小孩 我60岁处着拐杖了 王源乖小孩 这不是也不太对 你对爱情有什么憧憬吗 你这个年纪不憧憬 不太正常吗 今年要出去上学 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 就还是那句话喜欢吗 但有时候真的喜欢 会付出代价的 自己做的决定 你就得自己承担 那应该是一个 很冒险的一个决定 你不担心吗 我担心 我开车 我不能上高速 我没法买机票 没法买高铁票 哪里去不了 这其实是上次 那个风波的事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 你还会选择这条路吗 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到 我能做到能力范围 是最大的事情 偶像这个身份 对你来说 它更多的是一个光环 还是一个包袱 这样的生活 你不觉得压抑吗 你会觉得孤独吗 你有害怕过的时候吗 我会觉得孤独吗 我可以帮你 有什么时候